第2個美連西區 HELLO 歡迎來到生皮C52 我是Batman 沒想到上一支 廢城炒掉Joge Lati的影片 還在寫腳本 天使就因為一波12連敗 火速炒掉總教練Joem Maiden 而連敗也沒有因此停止 到影片的製作當下 已經吞下14連敗 先不說這波連敗之後 還能留在美連西區 第2的美連西區 到底是多沒競爭力啊 我們來回顧開季直播 4位成員的預測 其實除了我之外 我先說我的前提是 如果健康的話 大部分都不看好修賽季 只在牛棚補牆的天使 我們頻道的成員 米古爾布朗森 也不囉嗦直接出片 幹狡了一番 對於去年只有大股相憑 一人投滿百局的輪值 過去幾年傷病豐富的 Mike Charles、Ansony Rendon 都非常需要透過補牆深度 來獲得保險 而把錢都花在牛棚 當盤子的管理層 很快就在這波連敗得到教訓 就讓我們來看這波14連敗 到底是怎麼發生的吧 這波連敗的起頭 是5月25號以2比7 輸給遊記兵後開啟的 當時天使的陣容還有 Charles Rendon 但比賽前段 先發投手Dethmers 就被遊記兵 擊出兩發群雷打 接手的Mike Myers 也未能hold住比數 比賽就此底定 隔天大谷掛帥先發 面對5月最火燙的球隊 藍鳥的來訪 儘管6局投球中 送出10次三陣 但遭到Springer 和Guerrero Jr.的砲擊 打線雖然擠出10隻安打 但得點圈有人 只有8打數1安打的表現 最終以2比6吞下敗獎 接下來兩場 雖然迎來Tiler Ward回歸 但輪到忍洞進去躺 打線也遭到藍鳥先發投手的壓制 儘管比賽後段都還有能力可以去追平 但休賽季重點補強機的Aaron Love 連續雜鍋後連敗累積來到4場 與藍鳥四連戰的最後一場 雖然打線有了起色 但在雙方先發投手 接於4局之前退場 剩下牛棚的比拼 天使又再度落居下風 而雜鍋的同樣是休賽季找來的 Rion Tempura 慘招藍鳥橫掃 緊接在藍鳥後的是 全聯盟戰機最好的紐約洋機 第一場雷神Noah Syndergaard 先發撐不到3局就被炸了5分 比賽也早早結束 下一場英語延期到6月2號打雙重戰 首場大鼓先發 直到第45球 楊姬才首次揮棒落空 整場更只有3次揮空 疑似是被抓到頭球上的小動作 此外 招到包含Aaron George等 三發全雷打的重擊 對面的紐約王牌Nester Cortez 更是用7局7K50分力壓的天使 雙重賽第二場是拉鋸的投手戰 楊姬先發 Jimmy Suntaiang可以說是穿上條文制服後 最棒的一場先發表現 投了8局 只被打出2隻安打11分 而天使也在Dedmers 和牛棚協力壓制洋機打線直到8局下半 只是這一次是Oliver Ortega砸鍋 天使遭到橫掃 連敗來到8場 接著做客來到費城 前一天才炒掉George LaDi的費城 不知道是慶祝行情還是排毒成功 面對天使投手群狂轟猛炸 用5隻拳雷打攻下10分 加上自家打線只擠出少少的5隻安打 最終以0比10敗北 系列戰第二場 Michael Lorenzen登板先發 儘管只被擠出5隻安打 但已經足以讓5次保重造成傷害 打線方面擠出和對方相當的7隻安打 卻又因為得點圈僅6-1的表現 讓球隊敗下陣 更糟的是 本季表現亮眼的War 因為右側大腿痠痛 再度進到傷兵名單 第三場 天使打線終於成功串聯 得點圈11個打數5隻安打 8局上半結束取得6-2的領先 只是8局下風雲變色 先是Aaron Love被打安打之後 替補三雷手McDuffie的傳球失誤 加上寶送堆成蠻類 緊急加上終結者Igalicious救火 就被Harper打出追平的滿罐炮 酒上天使好不容易要回領先 Igalicious還是關不住門 被Bryson Star再見全雷打橫掃 回到安納涵面對來訪的紅襪 首戰再度輪到雷神掛帥先發 這次他有回復水準 主投6局只被敲出5隻安打11分 只是天使打線完全熄火 面對Michael Walker的頭球一籌莫展 最終Walka直接完封9局 只被敲出3隻安打 天使再度1分差輸球 這使得連敗場次來到12場 天使高層必須做出一點動作 而帶這位羔羊就是另一位Joe Joe Maiden 在火掉這位傳奇叫頭後 天使並沒有像費城一樣成功止血 打出慶祝行情 面對紅襪的第二戰 天使靠著Chult的拳雷打 和後段棒刺的串連 前五局取得5比3的領先 可惜接手的牛棚再度放火 Tepora吞下連敗期間的第三次救援失敗 潮戰到延長賽後還是以一盆差輸球 雪上加霜的是 Maitrell因為跑累腿經緊繃需要缺賽一陣子 6月8號四連戰的第三戰 整條打線OPS超過.750的只有大谷一人 打線基本上回到去年只有大谷和George Walsh在打的日子 偏偏這兩位目前為止的成績都較去年有所下滑 果不其然 面對臀部不是的Nason Ivoldi 和聯盟衝後段的紅襪牛捧 也完全無法跨越雷池一步 在紅襪一雷手Barbie Delbeck 打出至勝安打的情況下 天使再度以0比1的比數 吞下對死最長的14連敗 雖然連敗的原因也和運氣不佳脫不了關係 除了對手是三隻美聯東區的強拳 和正在慶祝行情的費城人外 這14場比賽中就有7場 也就是一半的場次是1分差的輸球 通常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要嘛是牛捧太爛不然就是打線太差 偏偏這就是天使這段期間的兩大痛處 縱觀連敗的期間 重金補強的牛捧砸鍋了7次 防禦率是爆炸的5.37 LOVE、TAPLE ROCK EGALACIAS的表現都讓人失望 先發也沒好到哪去 既前既予後望的雷神先發兩場都吞敗 8點一局就丟掉6分 球速下滑後基本上只是個 丟進去給你打的滾地球投手 絲毫不見當年的王牌壓制力 而Lorenzen本季表現尚可 只是控球問題 以及同樣滾滾人的特性 無法期待他成為輪值的關鍵要角 打線方面 嚴重傾斜在前面的棒次 只要Trout、大谷、忍動、War 其中一人受傷就會大幅削弱團隊的進攻火力 好啦忍動可能還好 但現在替補的是Tiler Ward、Andrew Velazquez 怎麼都是洋界契將 以及McDolphie 這三人只有Dolphie火力有到平均 另外兩位根本就是自殺棒級別 大家要知道 人動這期打擊普普通通其實WRC Plus還是有113 一旦受傷需要替補 完全補不上失去的活力 更何況一次傷了三位大將的時候 打線看起來跟老虎或是運動家沒什麼兩樣 而巨大的打線斷層 正是連敗期間雷上有人怎麼樣都送不回來的主因 雖然在影片製作的當下 已經靠著大谷祥平的隻手遮天 終止連敗 但接下來天使必須面對國聯兩大強權大都會合到期 在Wall和Trout都不確定能否出場的情況下 難保是下一波連敗的開端 我知道天使是熱門球隊 健康的他們也很值得期待 這波連敗幾乎體現了開季我們對天使陣容的憂慮 開除Jo Madden只是形式上有動作 真正有問題的先發輪值 匱乏的板凳深度都不會獲得緩解 就算有大谷祥平和MineTrout兩位棒球史上最有天賦的球員 但他們會累、會受傷 管理層繼續搞事亂花錢當盤子 不僅是浪費兩位MVP的時光 更可能導致大谷祥平最終的離去 好的 以上是我對天使這波連敗的回顧以及看法 關於天使這波連敗或是接下來的戰績 有什麼樣的想法 記得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們喔 另外也記得追蹤我們的IG、Telegram 加入我們的鐵粉社團 我們是生皮C52 我是Batman 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